Give me a G G Give me an E E Give me an M M Get everybody moving Get up Get up 今天很榮幸 我們Post76 可以請到 阿Jem 幫我們做一個訪問 大家都知道 他剛過去 有幾場的演唱會 演出很成功 不如趁今天 阿Jem在這裡 我們訪問他 關於一些 演唱會的 閃為人知的事情 對了 Jem 你好 你好 我是Post76 Ken 今次的演唱會 你們的主題 就是叫做 Get everybody moving 其實在今次 這個演唱會 你和你的 監製 Lobo 其實想帶出 演唱會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以及構思是怎樣的呢 其實 Get everybody moving 就是 Gem GEM stands for 的一個目標 其實就是我們音樂上 希望做到的 一件事 但是 這個 Get everybody moving 就不僅僅在 娛樂的層面 希望大家聽完 原來歌曲會很輕鬆 會moving 而是希望在他們生活上 可以有一個很正面的影響 因為我自己的經歷 其實就是 我十三歲的時候 暗戀 別人一個人 然後我就不敢告訴他 我就找其他方法 我就去寫了一首歌 然後我就去參加歌唱比賽 我就叫那個我暗戀的人 去看我參加歌唱比賽 但是我小估不到 這個這麼單純去表達 我心裡的想法的一個舉動 竟然幫助到我 遇到我現在的經理人 然後我入行當歌手 所以我的經歷告訴我 你永遠不會知道 你那一刻很簡單的一個動作 是可以令到你的生命 有多大的影響 所以我很希望告訴大家 當大家心裡有一些事情 很想做的時候 無論你有多害怕 或者你有多不肯定 你一定要切法 找一個方法去踏出第一步 因為你肯踏出第一步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邁向自己的夢想 做了一個很勇敢的第一步 Jama 在今次的演唱會裡面 你自己最喜歡哪一部分 或者印象是最難忘的 今次演唱會 其實我沒有特別喜歡哪一部分 因為由頭到尾 整個演唱會 雖然技術上我不會做的事情 我不會打燈 我不會搭台 然後有很多事情我不會做的 但是因為我在準備演唱會的部分的時候 看了很多不同的參考 看了很多不同的演唱會 然後我對於我自己的音樂 其實一開始 因為很多歌都是我自己寫的關係 我會寫的時候已經有一個環境 在腦海裡面有一個畫面 所以我就可以很清楚地告訴我經理人 尤其是因為我經理人是今次演唱會的製作者 所以會更加容易可以去做我們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演唱會裡面 由頭到尾 其實每一首歌 他們都是很跟著我們大家做的音樂的時候 我們幻想到的故事 那個環境 那個情節 那個氣氛 而去做的 所以就算我們今次 其實這個演唱會有很多不同的人去參與 譬如我們有兩個美國的樂手 在那邊飛過來 幫我們去打鼓和彈鍵盤 然後我們有來自日本的聲音工程師 然後我們服裝設計師 他是來自英國的服裝設計師 所以即使今次我們有很多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但是因為我們本身有一個很大的方向 而且我本身很清楚地可以告訴大家 我心裡想做到的是什麼 所以即使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 他們仍然可以很集中 會很融洽地一起去做那件事 而不會好像 哇 衣服又跟歌不配合 跟著又跟舞台不配合 跟著聲音工程師 又做一些完全不一樣很參差的聲音 就是不會有這個感覺 是大家會有一個很整體的 很統一的感覺可以做出來 這是我最欣賞我們演唱會做到的事 明白的 那今次的演唱會比較特別 你接下來11月尾就會出你的DVD 但是竟然是香港第一位歌手 就會在戲院播放一天的類似形式的演唱會 其實你覺得這樣做法是否很好玩 還有很特別 你有什麼感覺呢 我自己是非常熱切地期待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看過 阿JAM的演唱會 所以今次阿JAM的演唱會 可以在戲院播放 我第一次真的可以 跟這麼多觀眾一起去看 阿JAM的演唱會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我是非常之期待 11月13日 而另一件事就是 我自己覺得很開心的 就是因為 其實紅館之前 我又在其他地方開過演唱會 但是我覺得那時候 我比較像是拿著麥克風上台 就這樣唱歌的一個歌手 但是現在會有不同的 就是我是代表我自己這種音樂 我去做那件事 我不應該只去唱歌詞給大家聽 我應該是更加有想法去做一個主導 就是我怎樣可以把這些音樂 真的輸入去每一個聽我的歌 看我演唱會的人的心裡 我覺得這件事是我準備這個演唱會的時候 才學到的 所以我覺得紅館這個演唱會 是我自己一個很大的突破 以及很大的一個躍進 所以我很慶幸 我以前是沒有出過其他的DVD 因為我覺得第一張DVD很重要 會是一個給大家第一張印象的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很開心 我的第一次 在我學會了所有這些東西之後才出過 那你08年就出過一隻GEM 09年就出了一隻叫18 10年又出了My Secret 其實不約而同 都是10月推出的 那今年11月也來了 那其實會不會有新碟的方向 告訴大家 今年我們就不會再出新碟了 因為我們整年的時間都貢獻了 在演唱會上 我之前做了8場的演唱會 所以接下來12月還會在加拿大有兩場 所以我們已經完全沒有時間去做新碟 但是其實我一直都有寫歌 而且接下來 在香港錄音的 除了在香港錄音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歌 是會去到LA那邊錄音 所以我想我們最快應該是下年年中可以出到 全新的一隻Album 但是我不告訴大家是幾時 因為每次我們講完之後 我們還是會退期的 所以我還是不說實給大家知道 其實你對上一隻碟18 其實據我所知是在美國錄音 證明其實你對錄音 都有幾高的要求 那有沒有想過 好像現在坊間的歌手那樣 會玩一些發燒碟的製作呢 我覺得暫時應該不會 因為我覺得出發燒碟 應該可能你的音樂是比較軟 你會比較著重在聲音方面 但是我自己做的現在一些歌 其實比較多都是很Rock的 很Dramatic的 很澎湃 或者是很煽情 很戲劇化的一些歌 所以我覺得 除了我自己的聲音方面 其實我們是放了很多很多時間 在編曲上面 在混合上 希望做到一個 很貼近一首歌的一個環境 和一個氣氛給觀眾去感受這首歌 所以 我其實不希望大家聽阿JAM的歌的時候 只是著重於阿JAM唱成怎樣 因為我們有更加大的時間 更加多的時間 更加多的精神 花在背後的音樂上面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去聽的時候 聽阿JAM的歌的時候 整個整體這樣去聽 很希望大家細心地留意 我們在音樂上面做了些什麼 因為其實 有很多 很細的細節 我們都會一直去擺心 為了的就是 可以 首歌是很有Mood 和 很有環境氣氛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可以以後留意更加多的 首先我多謝阿JAM 收出這麼寶貴的時間 接受我們訪問 你放心 我們的版友都會很支持你的DVD 甚至是遲些的Boo Way 在這裏我代表大家公祝你 未來10月月在加拿大舉行的演唱會 演出成功 Good Show 好 多謝 好 多謝 MINGDOM